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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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光通團隊的Chun 那今天的話,我們主要是來介紹的是 我們已經上次一段時間的這個宣傳音報 最重要的在介紹它是因為我們有 兩個新的產品在最近有推出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稍微介紹一下 是哪兩樣新的產品 好,我們剛才提到呢,我們兩樣新的產品上架 首先我們介紹第一個 是我們的這個色膏 之前呢,我們的顏色總共有18個顏色 那它分為標準色 透明色跟銀光色 那在標準色的部分 很多客人他們是說 他們想要用黑色,他們會自己買顏色去調 就調出來的顏色呢,不夠黑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 趁勢對出了這個黑色的這個色膏 可以讓你們去做一個使用 好,再來第二樣產品 就是我們這個印花劑 新的印花劑 之前的印花劑呢,它的濃度 就是它的黏度啊,沒有這麼的長 所以它感覺比較像水狀 那有些客人他們想要做那種 鏤空的飾品 像我們這種鏤空的飾品 像鏤空的飾品填入的動作 所以,如果用這種液態的 就是填入就很容易流掉 所以我們推出了這種新的 它的濃度你會看得到 非常非常的黏 我再幫你稍微比較一下 腿上都旋轉,有沒有看到 這個橘色舊的這個 它的 感覺它非常非常的水 那新的這個黑色的呢 它的就非常的濃稠 非常的黏 那待會呢,我就會用這黑色的色膏呢 填入在我們的飾品上面 我上面讓你們參考一下 好,現在稍微示範一下 我們這新的這個高濃度的這個 印花劑 好,那它的好處在哪邊 嗯...除了我們剛才介紹的就是說 像這種鏤空鍵啊 你可以填入它不會滴下來之外 就是當我們像這種 平面的飾品 如果以前在填這種 比較水狀的時候啊 你發現它會有點稍微凹下去 就是有點往下縮的感覺 你不想要這樣的狀況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到這樣的一個 印花劑 為什麼呢?你看喔 當我現在塗滿了 我就可以在上面再多加 更多的色料 上去 把它填到非常的飽和 那因為呢 它是濃度就是黏度比較高的 所以呢 你可以填到它凸起來 它都不會往外溢流 這就是這種 濃度比較高的 硬化劑它的好處 所以我剛才填完了 你看 現在就是把它增加了 讓它更加更加的飽和 那就算它有往下縮 或者是說因為在烤的過程中 往下沉了 就是往下縮水了 但是呢 我填高的話 它縮水的比例啊 不會太多 所以當我成品的時候 我摸起來 它還會是凸凸的 不會像之前那種水狀的這個 印花劑一樣會凹下去 稍微從側面看一下 我們填的非常非常的飽和 所以它其實很高喔 稍微從側面看一下 好 沒看到 它整個就凸起來了 有沒有 就是比之前還要更高 像如果是用這種 呃 就是 就試的這個 櫻花劑的話 它可能會比較水 但也不是說就試的不好 就試的話 它流動性比較快 如果你的面積比較大的時候 然後它是平面的東西 你可以考慮就試的這種 櫻花劑 但如果你需要曲面弧度 或者是說 你希望飽和度高一點 你就會考慮這個 高黏度 就是我們這個 新的這個櫻花劑 那以上的使用方法呢 都可以參考一下